其实我的习惯就是反正一是判断引述是不是有三个 二判断是不是前两边是不是小于第三边 第三才是判断说这个三角形类型 所以一二三有这三个动作 然后前面这个东西最后主要是要针对这边有很多条件 因为你写完程式之后你不确定说到底这个分数是不是满分 所以你可以等到你两题都做完之后再回来再做验证 不过前提是你两题都已经写好了再来验证好了 不然的话你可能如果验证完时间不够另外一题就做不出来 那你只有50分那就完蛋了 所以那验证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从那个配置里面去改 或者你直接用这个方法 new一个street然后再带三个参数过来 这个跟去配置里面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不过特别注意你做完之后记得怎么样 把它注解掉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删掉 都可以啦我想应该如果你速解掉 应该老师也不会扣你分 怕说你到时候没有忘了把它删掉那就麻烦了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验证的方法最后当然你可以把那个 我们的试题里面可以看到最后的完成画面 然后按照它这边从头到尾一个一个把它输入上去 看看是不是后面这个答案如果有一定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你就去做一个修正 比如说里面的话呢我们倒过来好了 这个直接就改一下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从从第一个慢慢就是说是一个 可不可以看当然这个地方我刚有试过了 应该是没问题333这个应该执行过 它是什么跑是什么参数错误三角形的边长应有三个参数 惊叹号 有没有都对不过好像少了一个惊叹号 自己再加一下 不過應該他不會因為這個驚嘆的call你分吧 OK 漏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OK 其他的話 第二個就是3333 一樣的方法 你就是直接把這個delete掉 然後再執行過 你所輸入的是一個等邊三角形的邊長 你所輸入 OK 有驚嘆 這應該沒錯 那再來就是3335 一樣 這個應該是什麼 等腰三角形 看一下是不是等腰三角形 你所說等腰三角形沒錯 不過我覺得他在太冗長 你乾脆就是等腰三角形就好了嗎 幹嘛還要跟你所說 這太囉啦啦啦啦啦 就是 就等腰三角形就好了嗎 OK 那其他的話以時類推的 我就不demo了 反正其他的話 假設你今天最後一個銳腳三角形 6 然後是7 再來就678 那就一個銳腳三角形 把它執行過 銳腳三角形 沒錯 OK 但是特別注意這一題我講過 它一定是由小到大 你不要說 我不知道這個地方如果你把它輸入一個是什麼 輸入一個剛好8 7 6 會怎麼樣 因為它這個題目就不適合那個編長是怎麼樣 一定是由小到大 你不要亂輸入 結果就不能滿足它這個題目啦 所以這一題只能這樣子 那如果你將來 需要寫一個 判斷編長 比如說你是做工程的 然後那個工程比如說設計工程的 然後你可能有需要一個工具是 判斷那個這是什麼樣的三角形的話 那怎麼做 一樣嘛 比如說你寫一個App好了 用Android寫好了 很簡單嘛 你就三個格子 那input進去之後的話 你就再把它排序一下不就好了 前面不是ArraySort ArraySort把它排序不是小到大的嗎 對不對 所以小到 第一個一定要是小到大 如果他 進來的東西不是由小到大 那怎麼辦呢 你就再幫他排成由小到大 再來判斷 那就保證正確了 好 所以這個不就是可以寫一個簡單的App 可以幫助人家做一些判斷 什麼東西的 其實各行各業未來都會非常有需要 一些小兔 那以前呢 如果你這個小兔 如果要用可能要到電腦上才能用 但是如果這些小兔 在你的 手機裡面都有的話 那就很方便了 比如說以前 一般商用吧 每天都有競銷唇 那競銷唇系統 一定要在電腦上用 或者Pulse系統 那如果今天呢 跑到手機裡面 或跑到平板裡面的話 那就更方便了 那這中間是不是有很大一個 這個這個 我想一個商業利益了啦 你說現在很普遍嗎 倒也不會 還非常缺人 那會很難寫嗎 其實倒也不會嘛 就是這些東西衍生出來的 反正 它裡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你一個資料 可以有UI 可以 input 資料 那這個資料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之後要做什麼樣的處理之後 再output的一個結果出去 給user看到嘛 這個邏輯確定之後的話 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考試只是一個過程啦 所以我想 請各位 再試試看 那這一段sauce 我也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各位稍微找一下 然後大概的過程大概就把它分成123 OK大概是這樣 畫面現在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先把這一題 先完成 然後最好呢 也可以自己想想看 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啦 然後 不要 只是說Ctrl C Ctrl V之後就沒事了 因為考試的時候 沒有 Ctrl C Ctrl V這個東西 就是沒有可以讓你複製貼上的 所以你要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寫 當然他可能會給你一些 預設的一些sauce 可以你少打一些東西 但是 基本上 那些sauce你可以刪掉 你可以自己重打沒關係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最好你還是要經常的 上機啦 做做 從頭到尾可能要自己key一下 另外就是說 最好呢 將來 當然下個禮拜三 以前呢 所以我建議啦 你可以兩個同學互相模擬考一下 然後計時一下 也許考試時間一個小時 你就是每一題大概就是只能做半個小時 時間到就要交卷了 OK 那這樣的話 多模擬幾次 就可以比較能夠確保 那個是不是能夠通過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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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